接著我們稍微把目標轉到大腸直腸癌 我幾乎都是照這樣的模式 好發因此是怎麼樣 有什麼症狀 標準治療什麼 然後免疫療法有什麼 我想這樣邏輯大家比較清楚一點點 如果大家覺得有什麼問題就隨時打斷我 一樣 跟剛才那個圖很像 右邊這個就是大腸癌的期別 大家發現期別越後面的 它的存活率就是越低 如果這個綠色的線 幾乎像你們看到股票會哭的 一路探底的就是第四期 你只要不是第四期 你前面的 你會發現好像還沒有真的那麼差 好像有點可以挽回的局勢這樣 所以千千萬萬就是不要讓它跑到第四期 早期診斷 早期治療 過去我們國人的統計 我們大腸癌的存活率有沒有增加 老實講 整體來講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因為我們的治療差不多發揮到一個極致 五年的存活率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要再提升 可能還是要靠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大腸癌的形成 抱歉這個圖可能被蓋住了 很多的理論是說 它可能會有一些癌前病兆 癌前病兆最常見的就是說 它這個地方不正常的增生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大腸的黏膜 其實不斷的在複製不斷的在代謝 那代謝出了問題就可能產生不正常的增生 它是癌症嗎 不是它很可能會變成一個癌前的一個病兆 最常見大家會講的就是所謂的息肉 如果說大家有去做所謂的健檢 那個大腸癌 你要進去之前 如果是醫生通常都會跟你先約法 甚至先講一句話 把一些風險講完之後 他都會講一說 如果我看到息肉幫你切掉好不好 你就會說為什麼 那我的東西為什麼要切掉 醫生也不會在搞缸啊 為什麼要切 切了也沒多少錢 主要是因為這些息肉 將來有可能就變成癌症了 它是一個癌前的病兆 你說一定會變癌症不一定 它可能擺個一百年如果可以活一百歲 它有可能變癌症 它有可能十年變癌症不曉得 我們沒有時間跟它賭 所以就二話不出來 跟你們先講 它可能會變癌症 所以我就先把它切掉了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所謂的癌前病兆 大概可能七八成有 很多人沒有 所以很多病人都會問說 醫生我怎麼診斷是第三期的 請問這是多幾年了 常常問不出來 常常問不出來 那個前面那個時間 每個人都不一樣 大腸癌有沒有一些 耗發的一些危險性 像剛才講說喝酒 那個什麼有B型肝炎 你可能是肝癌的耗發 那肝癌有沒有 主要就是看 你如果本身就常常有 洗肉的病人跟它提的 你做定期大腸鏡的檢查 你真的要比較 頻繁一點點 如果你有一些家族史 而且是比較年輕的家族史 一等輕的一些 你也是建議說要及早去做檢查 怎麼樣的檢查 主要還是大腸鏡跟糞便檢查 另外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 遺傳基因 但是我們現在大概很少人說 在癌篩的時候會做這個東西 我們都還是主要是透過家族史去看 這樣子 有沒有什麼 癌前病兆呢 癌前病兆最主要的還是 跟腸胃道的症狀有關係 發病的時候有沒有什麼一些變化 主要都是排便的習慣改變 血便 大便形狀改變 有的人是便秘 有的人是血便 貧血 左邊跟右邊的腸子 我們這個是一個示意圖 這個是所謂的深結腸 橫結腸 這樣結腸 很像我們在畫 畫那個什麼 那個 畫一條路 畫那個這樣要U-turn 這樣子這樣走 這個是進去回轉 再出來 最底下這根肛門 左邊的大腸跟右邊的大腸 症狀會不太一樣 右邊的大腸 如果它產生癌症 一開始真的沒什麼症狀 可能就是怎麼樣 容易會貧血 如果是左邊 它比較後面的 大便已經開始比較成形了 就會常常聽到病人提到說 最近排便習慣 有時改變便秘比較嚴重 甚至解便會疼痛 很明顯的鮮血便 就比較偏左邊大腸的一些症狀